去年底 加州遭遇了接连不断的暴雨和强颶风侵袭 洪灾频传 然而大量的雨水却让干涸已久的溪流再次恢复生机 冰尾物种 淫归 睽违25年再次陷宗 逆流而上 回乡沉沦 奋力一跃 这群有着白色贝奇和红色腹部的鲑鱼 是睽违25年再次出现的冰尾淫归 加州去年底接连不断的强颶风侵袭和频繁强降雨 意外让银归再次于原产卵地陷宗 许多登山民众特别驻足于溪流旁观看这难得的景象 本次加州的降雨和降雪正好赶上银归11月至1月的产卵季 丰富的水量让银归再次陷宗于加州马林郡 拉古尼塔斯西 距出海口20公里处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资料显示 加州去年10月至12月的降水量 比过去一年的总降水量还多 然而这波降水可能只是加州已持续20年干旱的一次喘息 专家估计仍需要连续数年的水量才能补足水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